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登颖 做登颖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着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往往去去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 或者数战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就是压着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国金刚树印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笔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这个右笔 从坐笔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就是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笔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视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派出 这样就是派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行法 还有元祈祖 以诸佛菩萨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将军 中文字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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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心观想的时候要想到轮回当中的一切的痛苦快乐 全部是依靠自己造的善业和恶业而形成的 从我们世间相被造的善业而纯救的善业而形成的 所以身为缘觉就是善菩提呀 山菩提也是每个众生他自己所造的 水解脱分的善根不同而得到的 所以佛经当中经常讲 我们的业就像一种画家一样 画家通过一个笔能幻化出 鲍罗万象的各种各样形象 同样的我们造的一个业它可以现前 种种不同的身相或者感受 还有佛经里面说我们的业就像身体的因子一样 因为身体的因子根据着你的同样道理 我们造的善业和恶业乃至生生世世 都会精进地根治你的 还有业就不同身体的感受一样 比如说一个人身体的感受 另一个人身体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所造的业不可能成熟在我身上 我所造的业不可能成熟在你的身上 还有业就像国王一样的 比如说国王他自己所观的范围当中的人 你要求或者安排他什么他自己有权利的 所以业也是一样的 你造的善业让众生可以强迫地牵引到一些善趣当中去 如果你造的恶业让众生会趋入到痛苦当中去 还有业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涵盖一切 那么业也是周边一切的业还有 像是市场的一些产品一样的 市场上的产品多肉牛马 各种各样的 我们的业也是种类非常非常多的 还有业就像精端的华文一样 它互相不混杂有种种形象 还有业像水莲花和青莲花一样黑白不扎等等 有很多很多业的道理 所以我们也应该好好地思维一切都是业的自信 我今生当中的感受快乐痛苦是全部前世的业而形成的 我来世的感受快乐和痛苦也是我今生的业有密切的关心 它的相应果报也有一定的练习 也有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所作所为 一切感受全部都是因果不虚的规律而形成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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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